亮哥妻子经报年收入200万赔上健康,他坦言疑似闹不长了怪东西却诊后发现。 林姿又嫁给小亮哥21年,原本有自己一番事业的他,婚后为了照顾两个儿子,决定放弃工作,但出宁光幕,在家专心相夫叫子。 而身为长喜的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家庭,不但要持一个家,照顾两个儿子,还要侍奉公婆。 夫妻俩为了两个儿子的教育,不惜重本花上千万栽培他们,不仅如此,林姿又除了打理好一家的三餐,还亲自陪着孩子读书,就希望有一天能望子成龙。 而两个儿子最后也不负重网,大儿子顺利考上乔治华盛顿大学工都法商学院复修国际关系,而小儿子则刚考上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,各自对未来都有助自己的想法。 终于等到孩子长大的林姿又,才渐渐付出荧光幕,当起了购物专家,曾在短短40分钟内,递到千万业绩,年收入高达200万。 但就在他打拼事业的同时,健康也渐渐出了问题。 他透露自己因为不服输个性,在购物台工作时长压力过大,不久后他偶尔会莫名出现偏头痛,也常开车到一半突然睡住,那时候常会瞬间眼皮张不开,停路边睡个五分钟,十分钟才醒过来,有点吓到。 终于在家人的苦劝下,他到医院接受检查,起初找不出病因,疑似脑部长了怪东西,离婚怪病。 最后医生改从腺体下手,才终于证实他肾上腺皮质素过低。 后来他服用肾上腺部长,竟出现嘴内冒血泡,全身皮肤会懒等副作用,吓了他一大跳,不过显现的病情又稍微好转一些了。 赚钱固然重要,但健康更重要啊。